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 在今年的春节前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了四川 他走进遗族贫困群众的家里 掀锅盖 问冷暖 听心声 习近平说 愚昧 落后 贫穷就是鬼 要把这些问题解决 打好脱贫 攻坚战 距离2020年中国全面脱贫 只剩下不到三年 习近平是否着急了 他能不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呢 以此同时 美国外交政策期刊最近刊登了文章说 习近平的脱贫运动 很可能会使中国的穷人受到最大伤害 而且这种脱贫不可持续 贫困还会卷土重来 为什么呢 中国贫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习近平为何如此重视脱贫 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 为您邀请了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 第一位从北京通过电话参与节目的是 中国独立学者 也是经济问题专家罗立伟 罗先生您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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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第二位通过skype连线来参与我们今晚节目的是 旅美中国经济学者秦伟平 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 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 来参加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您还可以通过VOA卫视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 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YouTube.com 斜线VOA China 我想首先先请我们的秦伟平先生来谈一谈 2020其实转眼就要到了 不到三年的时间 那我们知道一直到2016年的时候 中国仍然有4300万人是生活在贫困线下的 就在不久前我们还看到了这个中国的冰花男孩 引发了中国还有国际间媒体的关注 中国的贫困人口仍然如此之多 习近平2020要全面脱贫 您先谈谈可能吗 是这样 这个脱贫这个事情 我认为中国政府还是这个策略上做的是对的 然后如果说还剩4000多万 那个绝对贫困人口的话 到2020年 中国政府如果加大力气去扶贫的话 按照他们自己的这个标准线 还有他们的这个既定目标 我认为还是有可能达成的 但是我需要提醒的是 这个标准线定的是实在太过低了 然后实际上 实际上呢并不能解决中国的一个贫困问题 这是需要大家关注的 谢谢 好 我们提到了标准线的问题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就在这一次春节前夕的时候 习近平在走访四川这些贫困家庭的时候 他在2月12号也在成都召开了这场所谓的脱贫座谈会 那么在这场座谈会上面呢 习近平他是这样提到的 他说要确保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消除绝对贫困 确保贫困线全部摘帽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所谓的现行标准是什么 按照中国设定的贫困标准 人均收入2300元这是国家的扶贫标准 那么我想继续请教我们在北京的罗立伟先生 中国的这个现行标准与国际标准一致吗 那么您的看法是如何呢 我的看法是那个我们相差一倍 相差一倍 联合国2015年关于那个全世界贫困人口的标准 是1.25美元每天每人 但是就在2015年 那个他们呢把它调整为2.50美元 那么2017年我们这个2300元 实际上呢是每个人每天6块3人民币 好这个呢刚好呢 是联合国标准的一半 如果说跟联合国标准同步的话 那应该是12.6人民币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对照联合国标准呢 我认为呢这是中国几千年来 观察的普遍心态 一到老百姓那儿 他就抠门了 对农民更抠门 好这个呢就跟我们现在还没有实行 全民医疗和养老保险免费教育的理由 是一次的 没钱 是 那么罗先生 既然这个标准不同啊 那当然就有很多的国际媒体也要质疑了 习近平如果真在2020年达到了他自己所称的全面脱贫 这样的一个成果有可能得到国际的认同吗 那么他的这个成果可信吗 到时候 罗立伟先生 对应该说那个在改革开放以来 在将近40年的时间 那个中国共产党呢 他呢 对扶贫这个问题呢 所穿了 他是当做头等大事来抓的 每年发的中央维建 最重要的都是一号文件 而且呢 在90年 国务院扶贫办 他干了一个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用八年的时间解决七千万人的脱贫问题 好 这个事呢 做了 然后呢 到了2003年 国务院扶贫办 再搬了第二个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又做了 18大以后 2012年 我们搬了第三个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就是说八年时间解决七千万人的脱贫问题 这就是说 我们每次都脱贫一部分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但是呢 好脱贫的 好办 但是对于绝对贫困地区和人口 比如说西北甘肃临下的国 进西进西西海库这些地区 没有降水 没有地表水 没有地下水 人的一生只需三四早 这个水的问题解决不了 胆根年轻轻这种不毛之力太多 是 我们接下来在电话线上 就有不少位观众朋友想要谈谈他们的看法 我们就先来接听这一位 就是来自甘肃的王先生 王先生您好 您对于中国要扶贫要脱贫 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王先生 我的看法就是说 国际参照 因为只是在谈坤化 他们口令说是脱贫 下面的财官太多 上面的标准也对不对太低 联合国的最低人口标准 每天是12块钱 中国也3块钱都不到 他们口令财 至少是国主财官和下面的制度的不行 所以我们中国的脱贫要是口头的坑化 因为制度的问题没有等政治改变 人导断这个独特 没有民主 怎么还都不同 无论是计划生日 还是58年的大阳镜 或者今天的风情 一带一路 都是没有通过脱贫性的这个民主的这个公民体的竞争 用着脱贫性的台词 这是上面喊 怎么喊都是空话 我都认为就是这样的 好的 我们谢谢您甘肃的王先生 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来自江苏的叶先生 叶先生您好 请说 叶先生您可能要靠近话筒近一点 我们听不到您的声音 叶先生的电话我们听不太清楚 我们继续尝试 那么也请叶先生可以继续打电话回来 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 这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 孔先生您好 请说 您好 大家国家好 我是这样认为 这个中共的这些个所谓的领袖 毛泽东 毛邓江湖 这些人呢 他都脱离了地气 没有地气 他们在中南海里边啊 胡思乱想 他们也不了解下边的情况 那不是解决锅盖 就能看看就能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 你一方面扶贫 一方面 你官员不公开财产 你99.99%的官员都贪污 是吧 你说习近平当然不贪污了 这他是皇帝 这整个中国的财产都是他的 但是王岐山呢 说郭文贵爆料的孟建柱呢 说这些问题你不解决 不解决官员公开财产的问题 你下边 你说你扶贫去 我这个年前呢 据委会主任给我说 给我买了一段大米 十斤大米 十斤白面 一桶油 五升的油 他让我定时间定点 去取钱 我也没有取钱 我还得喂鸡呢 我还得活着 我就是参与了八九六四 完了把我逮起来了 我这个编制职务 就让书记的女儿给占了 现在退休了 每个人都是四千 每个月月薪 这个养老费四千多钱 没有我的 开庭十一次 最后我还是败诉 没人管 保定是政法委书记 红过人给我烧信 说你只要不在美国之音发言了 我就给你钱 我都发言了 半年不发言 结果这个政法委书记 给逮起来了 所以说中国的问题 他不是说你要负贴 你让谁负贴去 你说习近平 你让谁负贴去 哪个官员都贪污 是 谢谢您 你说你怎么负贴 谢谢您 山东孔先生 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 来自内蒙的赵先生 内蒙赵先生请说 赵先生在线上了吗 好我们现在听不到内蒙 喂你好 赵先生您好请说 而那个不可能 第一是现在腐败问题 第二是现在生态环境 破坏 底下的水 无人 这个他不可能破坏的贫困 好谢谢您 内蒙的赵先生 那我想继续请我们的 秦伟平先生来谈一谈 您刚也听到了几位观众朋友 很多人认为 在制度上 这是一大的问题 那么贪官 很多人认为 所谓的扶贫基金 到了地方 可能也走不下去 如果遇到了贪官 这个基金能不能落实到 真正需要的民众手上 也是值得怀疑的 您的看法 到底中国的贫困问题 它的起点 它的原因在哪里呢 好谢谢 就刚才我们提到 那个冰花南海 王福满的那个问题 当时社会各界 因为这个事件出来之后 捐款有三十几万人民币 然后直接上 到了这个王福满 那个同学署上 只有五百块人民币 都被各界政府 当地的这些都截留掉了 然后最近 应该说从十几年开始吧 然后每个 每届的那个中央政府 其实都每年有 加起来可能有几百亿的 所谓的扶贫资金 然后实际上 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个估算 然后统计 然后实际上 80%的这种扶贫资金 扶贫项目的 并没有达到到达这些 真正需要救助的 这些贫困人口身上 所以可以想象 这个里面的这种效率 扶贫的效率 官方扶贫效率 有多低的问题 当然就像我们观众朋友 反映的这种腐败的问题 在里面非常非常厉害 我们其实很难想象说 最近几年是不是 这一块就 贫污腐败就少了 是不是他们做的 更隐蔽的这样子 我觉得要打一个 大大的问号 也需要说 他们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 可能要更注重这些问题 扶贫的 我们客观来讲 在中国过去的40年 改革开放的40年 它确实取得很大的一个进步 比如说在改革开放初期 上个世纪80年代 那中国整个贫困率 可能是非常高 按照联合国的标准 或者说叫世界银行的标准 可能85%都属于是 一个很极度贫困的一个状态 那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 大概已经是老百姓的生活输入水平 都是极大的一个提升 然后大概有6亿人 确实是脱离了一个基本的贫困 那生活温饱水平是早就已经解决了 但实际上还有很多 这个赤贫线以下的人群 这个人群几乎是被政府遗忘 被社会遗忘 也看不到他们的存在 几乎是这样 偶尔会出现在这个 以极端案例的形式 出现在公众面前 比如说杨改兰事件这样子 这种赤裸裸的这种贫困 作为一个长期关注社会底层 或者社会公众生成状态的一个学者 我觉得我对这个贫困问题 我觉得还是非常大的一个关注 其实中国的贫困问题 实际上是超出我们想象 包括政府官员 包括一些比如说在课堂上教书的 这些研究学者的一个想象 他们很多人到现在 中国我们知道说去年的GDP 高到82万亿人民币 人均GDP是前两年 已经超过8000美金的 我们现在的贫困线 居然还在2300块人民币 我需要在这里提醒的是 我们中国的贫困线 不光是2300块人民币 一个年输入 它不是叫年消费 像世界银行规定的 现在的是1.9美元 还是2.05美元也好 都是以消费支出为主的 我们知道中国 对 那个输入 它其实很多人消费 它可能还比它输入还要低这样子 真的是 这个比例是太大太大 所以中国政府 它长期 其实是把这个社会 底层的这个低端人口 用他们话说 其实是处于一个 必遗忘的一个角色 你几乎上 你一直在发展经济 你在发展那个城市面貌 日新月异 搞城镇化建设 那特别是中西部 这种发展的不均衡 还有一些 这些可能按照 世界银行那个标准的话 远远不止什么 7000万4000万 那个贫困人口 可能是高达20% 我个人估算可能两三亿 这么这么多的贫困人口 对不对 而且你们之前 他们这个所谓六亿人脱贫 并不是你们扶贫的成绩 而是整个 受益于整个中国经济水涨船高 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对这个扶贫 真的是 需要重视 也要打很多很多问号 谢谢 谢谢秦先生 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 罗立维先生 罗先生我们就来看看 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的 一些减贫 脱贫的一些做法 那么也很多人 引发了一些质疑 我们来看看 首先他们有一个做法 就是把农村的移民 牵出去 到二线的城市去居住 那么当然了 对于这些人来说 他们的居住环境改善了 他们的11住行消费 却没有办法有些着落 有些人甚至因此 他必须出去找工作 所以也有人说 这到底是服了贫 还是创造了更多的贫困问题 罗先生您的看法 您对于这一点 这样的一个做法 您的评论是什么呢 我们国家有很多高寒山区 没有电 没有水 而且土地非常的缺乏 这些地方实际上是不适合人居住的 比方说习近平同志 那个春节去的那个四川梁 梁山的一四十都 那个是不适合人居住的 这些地方的人就应该 把他们作为生态难民迁出来 然后呢 让他们迁居到能够生存的地方 或者说干脆就迁居到城市里边 成为非农业人口 这个问题呢 北京做得比较好 他们在1997年以后 就把北京远郊山区的那些农民呢 都从那些一个一个的 深山的大生产大队呢 搬出来了 比方说我去过的泰安山 熊尔寨 北寨 花域 后沙域 南树林 喇叭沟门 这样呢 这些农民呢 他就还真儿八经的 有深入了 有脱贫了 但是呢 像北京 它是有雄厚的财力呀 国 北京全国都给它钱了 但是呢 像甘肃 像梁山 四川的领导 他就真的没有办法 没有了一个钱 那罗先生 您提到这一点 也让我想到了 刚刚我们也说到 如果一方面 您说北京在1997年 从远郊山区里 把这些民众 移到这个城市去居住 改善了他们的居住生活 可是我们又看到了 北京政府 上海政府 这样的一个大线城市 在最近的所谓 驱赶低端人口 那这又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种 逻辑或者政策的考量呢 如何来解释呢 好 那个 驱赶低端人口 他们是基于一种 关于社会安定的考量 就是说 在我们经济下行的时候 有些人 他找不到工作 或者说 他的生存很困难 他就要想别的办法 这样呢 可能给一个城市 尤其是像北京 这样的首都城市呢 带来一种治安上的 一种不安定因素 作为预防万一 你比方说 要一家一家的 跟人讲道理 或者说 一家一家的 给租房的那些农民讲道理 好 估计这个房开不了了 也 轰不走人了 因此呢 就只好 这个 不讲道理了 就是说 我当牛马 我是牛马 我话谁 然后呢 这样子就强行驱赶 这也是非常不人道的 但是呢 作为政府的官员而言 他就想 我没有办法呀 我只能这么干 我讲道理 这个道理就讲不下去了 他们是这么想 好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 也有不少网友 他们发表了看法 这位署名叫大平的网友 他说 中国出现贫困人群 重要原因 是极权体制下的 权力不对等 中共红色权贵 为了保持他们的特权利益 必定侵害 没有权利人的利益 这才是造成贫困人群的原因 而习不改变体制 反而只要求改变 这个体制造成的结果 这无异于舍本竹墨 那么另外还有署名 吴景刚的这位网友 他说脱贫 急的是贫困户 庆锋爷有什么好急的 每个人急的一般都是 与自己利益最相关的事 请问习家有一个穷人吗 那么待会我们也会继续来谈一谈 为何习近平如此重视脱贫的问题 那么还有这位署名 叫Dotley Fun的这位网友 他说中国贫困的根本原因 就是灭绝人性的社会主义 为什么中国人要按照社会主义 计划分配 理解什么是贫困 这个主义不止分配资源 就连人都要像牲畜一样 被计划被分配 所以很多的网友 有很多的想法 他们认为问题出现在制度方面 稍后我们要回来请我们继续 罗利维先生也来谈一谈 您认为中国贫困的主要原因是在哪里 与土地与户口与相关的制度 到底有多大的关联性 不过我们再来听听 我们在电话线上 现在又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 第一位这是来自吉林的吴先生 吴先生您好请说 这个全面2020年宣布扩庭 只不过是习近平的一个中国梦而已 根本实现不了 这个就连习近平的经典 不成是资金 都被下班人都帮给他磨用 不是平均库的人 给他官员钱来偷偷的 都能变成平均库 都能把他全体都占有了 你听说你这个身典书庭 书庭说你这是给这个 古外官员刮到狐狸 我就这么看 好了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吴先生 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 河北的王先生 您好请说 你好 你好 我那个 刚才徐永平这个 说的年才叫是吧 我不知道 可是呢 那个江泽民那这 我可知道 因为啊 当时啊 我们单位 让我去一个村 是狗狸 我想去了两个月 三个月 去个村了 让我去 我就去了 到那以后呢 你呀 还是让你去了以后 说通知谁 到哪村哪村去了 那那以后 你愿意去 你就去 不愿意去 你就在家待着玩 我感觉 那边的土地 就相当于 给我放了一个 在新 好的 谢谢您 河北的王先生 提供您的个人经理 我们继续再来听听下一位 这是来自 谢谢您啊 王先生 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 这是来自上海的姚先生 姚先生您好 请说 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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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的讲话 从来就是不算数 说一套做一套 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那个邓小平说 到这个叫什么 到这个八十年代 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要解决汪宝问题 到现在还没解决 都是骗人的鬼话 那么 而且这个 中共讲话呢 严过其事 比方说 这个 他说 除了一个标准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 掩盖真相的问题 比方说 他说三千万四千万 平坏人口 我看估计还 同时呢 到时候他没有解决 平坏人口 三年一三年 两年三年四年也好 他说他解决掉了 到时候谁相信的了 这个数据都是他把握的 我们都不知道的 都不可靠的 这个中国的这个平坏问题 除了一个是 制度问题 还有一个是腐败造成的 这个两个两大问题 不解决的话 平坏人口 我想是 是不会解决的 谢谢 好 谢谢您 邀先生 我们再来最后听听 这是来自天津的爱先生 然后我们回到现场讨论 爱先生您好 请说 好 天津的爱先生 您在线上了 您好 您好 我就希望美国之间的这些节目 不要带 您好 我就希望美国之间的这些节目 不要带有这种强烈的政治色谈 如果你说中国扶贫不成功的话 那么你说印度的这种民主国家扶贫就成功吗 你我希望就是美国之间的专家 或者这个电台应该依据一些数据说话 比如说人均的预期寿命 婴儿死亡率 还有人均受教育程度 通过这些数据来说话 好的 不要 好 天津的爱先生 爱先生的电话先断了 谢谢您打电话进来 那我想这个确实我们在讨论这个贫困问题的时候 不仅仅是在印度 在美国实际上也仍然存在着很多贫困的问题 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的秦伟平先生 那么您怎么看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去年10月份的时候 中国的国务院扶贫办公室主任刘永复 他当时说了 从2001年到2010年10年内 中国每年是以减少673万的贫困人口在进行 18大以来更是以每年1300万人以上的速度在减贫 这个速度非常的惊人 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您也提到2020年所谓的全面脱贫 是有可能在数字上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但是贫困问题真的就能够离开中国了吗 最近我们看到在美国的外交政策期刊 就有一篇这样的一个文章 他提到了 这场中国的扶贫运动很有可能最后伤害的是中国的穷人 而且这些贫苦问题 他可能没有办法长期的可持续性的被控制 贫困还可能卷土重来 我想先请秦伟平先生谈谈您的看法 是这样 这个贫困问题真的是困扰世界各国的一个问题 现在各个国家 包括民主发达国家都存在这些贫困问题 只是说每个国家的实际操作范围的一个贫困线可能不太一样 像美国的那个贫困线标准可能是远高于中国的贫困线标准 然后美国的这种贫困人口 他得到的救助或者他享受的生活水平 实际上可能已经是达到或者超过中国普通中产阶级的一个水平 这也是国际间的一个差距 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为什么要去 这个时候要大力强调这个扶贫 我认为它主要还有两个方面原因 一个方面原因它是体现这种大国风范 然后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优越性 它必须要做这些文章 不管是真的扶贫成功 还是说从数字上能够用他们话说是 解决这个贫困问题消灭贫困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需要公众关注的是 其实中国的贫富差距现在是非常非常之大 甚至是超过美国 然后改革开放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之初 邓小平先生提出来说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带动后面人富裕 然后实现共同富裕 那到现在为止是有一部分富裕起来 那实际上是一部分人可能相对来说是更加贫穷 然后可能甚至是永远贫穷 那如果仅仅从他现在这种扶贫的手段来说呢 我给他简单算了一笔账 他现在按习近平在去年来美国 一个讲话的说法 可能有7000万这种赤贫人口 那按2300块人民币这个年输入水平的话 我建议对这些完全就是生活基本温饱 都没有保障的人群的 直接你中央政府直接就给予一个最低生活保障好了 7000万人乘以2300块 那一年大概就1610亿人民币 那中国政府认为他只要想做这件事 直接就发这些最低的生活保障 给这些贫穷人口的话 你直接就一下一步到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那另外你短期想解决贫穷问题 那个从数据上你可能能做到 但实际上像刚才那个外媒报道的说 这种彻底解决是非常难 当然非常难 我们中国一句古话叫数人以鱼不如数人以鱼 你一方面你要改变你现在的这些不公平 一个社会竞争环境 比如说户籍制度 让他们可以自由的纤细流动 对不对 那这些方面的困扰 另外应该政府在那个教育 包括特别是就业的职能培训方面 要给予更多的这种扶持 让他们有自己在整个社会竞争里面 他有一个谋生的能力 有自己创造财富的能力 才可以说根本上去解决这些贫困问题 那至于说有些人他实在是比如说 因为生活身体的原因 比如说残疾 我们中国残疾人都有8500万人 然后比如说还有其他的一些 那有极少部分人可能好事懒做的 你怎么扶贫都解决不了问题 那不管怎么样像这些 如果像发达国家学习的话 那这种极端的贫困人口 还有社会竞争里面会有一些失败者 那一个国家的政府你应该就给他们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生活保障 给他们像美国 比如说你可以申请食品券 然后让他们起码可以吃饱穿暖 然后各种基本的一个支出要有保障 那政府你作为一个现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对不对 你已经人金GDP都8000美金的 你应该在资源配置方面应该更多的倾斜 我们看到说我们可能维稳费一直在上涨 这个对于贫困人口的支出也是在上涨 那上涨的幅度完全不成比例 你完全中国政府你为了 刚才说到基尼系数 你为了你降低你这个基尼系数 为你的社会的这种稳定 或者长远的这种和谐 你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不能说一步到位就解决 但是你应该把更多的社会资源 像这些弱势群体 像这些贫困人口去倾斜 然后让他们真正的可以享受到一个 比较公平的一个竞争环境 让他们提升自己的那种生成技能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长远的看法 看他们短期这种官方式的这种扶贫 然后领导去做这秀送两袋米 然后拍几个照片 然后一看你那个报告 就把你的数字打掉了 这个就不是一个长远之策 谢谢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 这位署名叫小小微的网友 他就提到了 他说充分就业才是真正脱贫 有高科技高毛利的产业 才能够让人民富足 不过也有这位署名 Ed Child的这位网友 他说 中国贫困的问题主要是因为 贫穷人没有脱贫的意愿 或脱贫的能力 现在农民工只要外出打工 轻轻松松每个月收入1000美元 所以说与其让这些人劳动脱贫 不如用海外大撒币的那些钱 来做社会保障 让每一个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人 都能够有尊严的生活 那么另外 这位署名玉玺的这位网友 他也提到脱贫是社会问题可以解决 但没法靠政府命令 现在的问题是脱贫成了政治目标 官员为了达成目标 达成任务 保住乌纱帽一定不择手段 在没有监督的独裁政府被脱贫 被富裕 这一定会成为一道新的风景线 我想请教我们的罗立维先生 那么从这么多的网友的看法 您跟我们谈谈 中国到现在为止所做的扶贫工作 它到底达到了多大的进展 到底是要辅助就业 还是说像刚刚秦伟平先人 应该拨出更多的款项 来做好社会福利制度 来确实保障这些人的基本的生活 那么还有甚至网友说到了 干脆把海外撒币的钱拿回来 援助国内的这些弱势群体 您的看法 这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是有道理 我们有这么巨量的GDP 有这么巨量的国家财政收入 它完全可以通过社会福利保险 和国家救济 来像美国一样解决贫困人口 和贫困家庭的问题 问题就是我前面说的 双轨制的官场 对这种它是通不过的 因此我们必须搞 八期扶贫攻坚计划 因为这里一个部门 拥有一批官员 出了一大批政绩 然后有很多官 可以持扶贫这个唐僧肉 我们的贫困的根本原因 就在于49年以后 土地改革一大二公 城乡户口制度 土地国有 房产70年 这是中国贫困的根本原因 而扶贫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腐败 一个是国有企业的垄断 政府的垄断 还有官民的双轨制 还有城乡的双轨制 比方说我们现在养一个最低级别的官员 它的医疗和养老的成本要等于1000个农民 还有地方的扶贫基金 它属于一种跑冒 地露状态 因此我认为扶贫是对国家财政的低效消耗 它可能导致中国民众的医疗教育 养老住房保险福利遥遥无期 好的 还有一个 我们中国扶贫的难度在哪里呢 就是说我们的农民是很脆弱的 给他一次强拆 把他房子拆了 让他有一个大病 一次对他的司法财款的不公 这个农民他立马就持贫了 问题是这种事 我们每个乡每个村 每天都有 所以共产党扶贫 任重到远 累呀 好的 我想我们现在还有一位 在电话线上等候的 我们争取时间 让福建的严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 严先生您好 请您简短说明 你好 我有另外一个观察 就在于说 今年的春节我也是回老家 然后老家的大伯 然后奶奶也给我很多的一些信息 就是说政府现在非常关注这些 就是我们农村的这些贫困人口 给了一些生活的一些补助 然后盖房子有三万块的补助 然后我的另外一个观察就是 政府会强烈讲这个扶贫 可能有个政治的一个考量 就是他们对那个 最终的政府包括对习主席 都是数大拇指 所以我现在可能觉得政府也是想 有加这样一个考量 这是我的观察 谢谢您福建的严先生 那我们刚刚提到了 昨天其实有一条新闻 就说到中共中宣部 最近计划要送30万台的电视机 给在中国全国的贫困户 那么除了要帮助他们 能够让他们有这个解决 困难群众看电视难的问题 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 他要丰富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 更好的来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还有中共的十九大精神 所以我想节目最后 我们剩下大约两分钟左右 实际上一分钟左右时间了 我想就请秦伟平先生 利用一分钟时间来跟我们谈谈 到底在中国的这个扶贫 与西方的扶贫 有没有本意上的不同 它是不是真的是要因应社会的需求 还是政治上的需要更高一些呢 我认为中国的这个扶贫 是政治上的需求可能会更多一点 他刚才也提到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另外一方面 他为了加强他中国共产党 对中国这片国家 这片土地的一个控制和管理能力 因为贫困人口如果长期以往的话 未来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社会不稳定因素 包括送电视下乡 都是可以加强洗脑这样的工作 另外我需要提醒的是 我们不光说很多人觉得 这个贫困人口跟自己毫不相关 我的输入水平远高入这个线 那中国这个脆弱的这个经济 一旦接下来几年发生变化之后 很多甚至有钱人 包括中产阶级 可能都会一夜之间变成这个贫困户 跟自己可能毫无相干的贫困户 那未来中国的这个贫困问题 可能会越来越严重这样子 谢谢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 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 我们再次感谢秦伟平先生 以及在北京的罗立维先生 感谢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 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 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晚焦点对话节目 将要和您来探讨的是 捍卫国家安全 美国频频对中资说不 也请您按时的锁定 我是郑玉文 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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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